首先我们准备一个U盘 并检查U盘的分区是不是FAT32模式的 如果不是 可能你需要重新格式化U盘 注意下载的固件不要搞错型号了 一定是要这个盒子对应的 在U盘中复制好这个固件包以后 我们可以把U盘弹出 插到盒子对应的USB口 注意不要插到那个蓝色的USB3.0口上 只要插到这个黑色的USB2.0口上就可以了 请注意盒子的这个电源开关的位置 下面我们刷机就要通过它来开始 在我们按下盒子后面的开关同时 快速的按遥控器上的左右键 以每秒钟三次的速度快速的按 或者是另外一种进入方法 在打开开关的同时 快速的按摇控器上的那个启动按红色按钮 快速的按 这跟刚才那个是两种进入模式 哪一种模式跟你盒子的版本有关 两种你都可以试一试 有一种肯定是有用的 好等一会我们可以在电视的屏幕上看见出现了 现在这个画面Recover 可以用遥控器上下进行选择 一共有六个选项 大家来看一下 第一个选项 第一个选项 从外部U盘 外部这个U盘升级系统 第二个呢是从备份当中 从这个系统自带的这个备份当中恢复 第三个是青 第四个第五个都是青理 我们简称双青或者三青啊 最后一个呢就是重启 哎 我们把这个U盘已经插好了 哎 我们可以呢先选第三第四第五 做一下这个数据里边的数据的清理 然后再次再跟这个第一个选从这个U盘 恢复就可以了 如果你这个系统版本不是B012是B014的话 那你们要那你要注意一定要先选第二项 从这个系统先给它降级 从B014当中让它从备份当中恢复到出厂的那个B012版本 然后第二次再插入U盘 再选第一个 进行刷机就可以了 我们选择第一个选项 按下确定键 屏幕开始出现进度条 提示你正在刷机 这时候我们就祈祷我们的刷机顺利 千万不要断电 一旦断电我们的盒子就成为一块砖头了 就会惹出很大的麻烦 我们一定要选择当备桌面 点确定就可以了 好 好 那么这个就好 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我刷好的系统 好 看这个已经刷好了 当备市场 而且我还安装了一些APP 银河奇异果 乐播投屏 对 还有看直播的HDP直播 是不是 VST 暴风影音 咱们都给它装好了 沙发管件 这些乐播投屏 这都是常用的 一些APP都已经装好了 还可以投屏 这样我们就把这个 原来这个定制的系统 改刷成了这个能装APP的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设置 可以看一下 可以改到这个4K 这个盒子是支持4K的 这分辨率是很高的 这盒子还是很不错的 好 现在我在720P上 防止老电视不能接受 好 再看看这个 这个是有有线 有无线 都可以 但是这个无线 只有2.4G 没有5G Wi-Fi 只有2.4G 好 已经连接好了 好 这是我们已经刷好的系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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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